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问你 我怎么把这些所有教室的网线和电线固去到一起 或者说把它放在哪里 各位 如果在正规的写字楼 我们会在楼层之间做一个控制中心 这叫楼宇 拖了楼层控的东西 把所有的这种线杆都引到通过前方板 您拿来说什么 注意窗管 墙路垫分离 听懂吗 如果是强垫的话 一般还要装一些屏蔽管 就是橡胶里面带那个金属泡泡 那个价格都比较贵 所以现在一般都是那种PVC管 见过吗 水管 见过吗 买好点的PVC管 一般都拿它弱垫的确 强垫其实一般还是要考虑通过粗了 你要把它串起来 听懂吗 好了 整层楼是不是要放在一块 然后呢 还要干嘛 每栋楼当中还要布一个垂直竖井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 这个咱们有 这个咱们有 为什么 这种叫做楼层间管理间 楼层间 楼层管理间 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要把一到四层所有的建线都固定下来 建线和网线 明白了说什么 然后它是一个事先准备好和空白的 不能现打 现打的话会引起这个楼层强度的问题 听懂吗 它都是事先准备好 明白 这个咱们有 就在咱们那个 冲门之后那个厕所那个门口那个内间 就是上面 上下是通过的 这个问题是把所有的建线都转过来 那如果我们就是软动楼呢 或者说我是一个科技园区 我就吃几楼 那是不是还有楼层间控制线 目的是把所有的建线都控制进来 听懂吗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我们不需要我们知道 或者说你们大贴良索 但是 我想说一句 是吗 你呢 你买的服器 服器是不是全部都装在机会里 你的机会上的服务器要走线了 要走线了 怎么走 待会儿能上网的时候 百度 出片 打开 去搜服务器部线 就能看到服务器机会里线 最起码要求 所有的线的长度是不是都是好好的 不应该是 就像过程 需要扎成本 就是不应该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好一点的服务器 是允许你把所有的线都切到墙边 它服务器边上给你准备的线槽 把电源线和绑线全部都锁到去吧 也就是说 一拆服务器放在这 一拆服务器需要接几核线 那服务器放在哪里 你们需要接几核线 看看 一拆是四根线 两根电源线 两根老线 服务器一拆都是双接连 听懂吗 那 两根电源线 两根老线 两根接好之后 手分开 走到这个两根槽里 然后 把它所有的服务器都做过来 扎成本 竖带 然后最后 往上走 或者往下走 接到下面的服务器的服务器 这个胶肌 能不能啊 然后应该是保证的是 整齐化音 不多不余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规格合理 等等等等 还在里扑丁 这道词嘛 意思就是一件事 好看 OK 我说 我当天最恨的 就是走机会的服务器线 我第一次走线的时候 我挖了一个老师 然后把那线 因为 都是你说的 线程的老线 服务器上配的都是线程的 然后呢 这个线程它是不是不一定 刚好够长 旅来旅去 反正总多一点 最后就把我多了 扎成一块 然后我们旁边一声 诶 绝对行 然后我头看完了 你这个不合格啊 然后我说 扎了一个多小时 还不合格啊 十几台服务器 扎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 把我领到旁边 来来来来 刚好 那个时候机房 我们跟搜狐的机房都在一块 旁边的机会就搜狐了 把人家机会打开 你看人家走得先 我所以说 让你们去搜 那个百度图片里去搜 就跟那图片里一样 真的是意诚的漂亮标准 而且是合格 记得这件事是不是 如果你只有一台夫妻 放了机房的时候 该紧接线接完你的座 拍摊是不是走不了 行懂吧 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机会的复权 你记得这事儿 欠干嘛 是不是要把它扎起来 排布合理啊 看起来漂亮 能不能啊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技术 真是一个技术 到现在走线也走得不咋一 反正不太会走 主要是 尽不下那个心去干这事儿 好吧 各位 各位 可能还是说 我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专业 是非常要求工作今天 为什么 就是说 很多这样的机脚阿拉里的事儿 讲话的时候 是不一定能想起来的 但是你工作当中要用吗 要用吗 否则一眼就看出来 你这家伙是个外行 一眼就看出来 是外行 听懂吗 所以各位 慢慢来吧 好吗 我们还是说 我们讲的重点的东西 就还是支持点 今天就重点了 工作当中是我们慢慢来证 所以 开始 刚毕业的时候 怎么说呢 就是 别太挑花眼了 OK 各位 我为啥说这话 今天几号 27号 他们是3月7号 毕业 第一期吧 到今天为止 整20天 应该说昨天 到昨天为止 我们所有的 需要就业的权 全部就业了 最后一个隔壁已经走了 然后情况还好 最高工资是7000 最低工资应该是5500左右 5500 整个平均薪水 应该高于我们PP的平均薪水 还不错 但是因为人少 所以他们只要找到工作 都还可以 都还不错 但是我想说的事情就是 有些人很讨厌 为啥 这个工作不去 那也工作不去 挑了万千 挑了我都 我都全都够够的 你们以后 什么 我再说挑什么 你们以后毕业了之后 挑啥 挑公司险阱 OK 就挑这一个东西 其他的都好说 听到了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经验 就像我说 这些东西都很欠缺 所以 别一开始的时候 就心里面太大 别太大 好吧 好吧 我们有两个找到是期限工作的 但是这两个都是之前有过相关经验的 都是有过相关经验的 没有工作经验的 都是五千到六千左右 OK 好吧 有没有问题 走吧 好 多说了一句 综合图线 OK 记得一件事 综合图线的原则是 原则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它漂亮干净 看起来漂亮干净整理 但是咱打槽的时候要注意 别犯二的 是吧 墙上的不要打横槽 当然这个事儿我说 一般不会你去打 是装修工来打 装修工一般做必须有经验 你给他说从这儿来这儿 人绝对不打 人家说这样不行 肯定的 但是万一碰到一个跟你一样二人 这个装修工 或者说 你们公司就正为你发了一个计算 让你去打 你可别犯二的 你可别犯二的 别把墙位给打塌了 听到吗 听到吗 哎呀会吗 有可能吗 让你去打墙 有 我说 决定有 我现在我们人先有个同事 还是有个人 他就跟我说 他的第一次工作就是 今天去 当时还说是王管 因为夜时候王管 听起来还是很高大上 说王管 找到他去 很高兴 屁点屁点上班 今天上班 发了草帽 发了个铁鲜 嗯 干嘛 然后去 找一块这 来 从这上挖了点 挖了杨女士 挖了一个礼拜的高空 为了不屑 嗯 听到吗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挖高可能基本上 如果是不是这种 是不是也不允许 但是凿墙是有可能 听到了啊 好吧 说了点起来法 其实也不算起来法 还是我们叫相关知识 OK 那我们来讲我们的判断片 好吧 那首先我们说的这块是 我们今天是要讲 通知线路吧 那这块讲的是信号 信号是不是指的是 在网线或者是 通线里面传递的数据 OK 那么信号可以是模拟信号 也可以是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淘汰 模拟信号就指的是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用到56K的波号猫子 它实际上用调制解调器 把它从数字信号模拟 成为语音信号 然后是才能发布 速度极慢 成本极高 OK 价格非常容易 听到吗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 直接传递的时候 都是数字信号吧 OK 什么叫数字信号 啊 下来了 下来了 哪个下来了 什么叫数字信号 对 对 传说的是00020205 OK OK 我们私席 我记得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 经常听那个周阳台在出一些东西 我说 我们全国的什么数字法程度 已经达到了多少多少 然后搞到我们学校图书馆议 建议数字化的图书馆 所有全部都做数字法 當時清潔很高,什麼叫數字化,不知道,當時後來想報名單,幹嗎,幹嗎,把所有的這個,就是圖書資料,打成我的文章報存下來,就叫數字化,後來你想,這就是數字化,才明白,你們現在可別發展,數字化指的是不就是用零零零進行存儲,好處啊,查找方面存儲量巨大,是吧,兵費農業,不容易丟失,沒錯吧,比原理圖書館報存資料方便得多啊, 好了,信號的幹擾,這個東西,在早期的當中,我們需要幹嘛,加,中間器,各位,其實到現在也一樣需要,為什麼,各位,這種雙腳線,理論的,理論傳輸距離是,知道嗎,各位,咱們現在, 現在的五類,六類創腳線,理論傳輸距離一百米,但是,只是理論距離,我們普通的網線,八十米以後基本上就找到信號,好一點的網線,為什麼那種,安普的線,一箱線是不是叫七八百塊錢,啊,一箱線多少米,概念有嗎, 你都抄哪裏,你都抄哪裏,標稱三百米,一般情況下能達到二百八十五米以上,就算合格了,OK,一箱線,對安普的合格段這種線,往線五類往線來講,超五類,當然沒有五類,往線的都是超五類,或者六類的, 那麼,應該都在五百塊錢上,五六百,七八百,這種線大概能在傳輸距離上能達到九十多米,沒問題,但是倒極代理還是很困難,明白嗎, 但是,我們絕大多數公司買的網線,尤其是內網部的網線,我們買的線都是什麼,三百塊錢一箱,就算是好吧,一米一塊錢,OK,就算是好吧,還有什麼,一百八十塊錢,一百六十塊錢一箱,我們曾經買過一百六十塊錢一箱的網線, 然後打開以後,裡面不是銅線,不是銅的,而是鐵的,能感覺到,因為啥,銅的時候就磨成長子來了,它的韌性是不是很好,鐵絲你見過吧,啊,你磨了九十多年還老回談吧,談吧,啊,為什麼要用銅,銅這邊的鐵貴不多,為什麼要用銅,穿到銅就更好,信號損失更小,鐵的,連三十幾個都過去,OK,但是,好處是,鐵硬, 一百三四十塊錢一箱,後來我就說,這線就根本沒法用,各位,但是你小心,這種線一般情況下,在四十米或者五十米範圍之內,應該都能起不大,超過了就很難講,所以,你可別翻二,啥事兒,我是不是要講步線,啊,你是不是要算,從這個最遠的工位,甩上去多少,這時候再三米,啊,然後過去再十米,不到,但是你稍微負你一點,能做嗎, 然後過來是不是在六到六米左右,下來是再三米,啊,這時候就是算,我說吧,線就要走直角了,能不能算下來之後,這個距離,如果你的線好,你買的是一個比較好的線,最好也不要超出七十米到八十米,如果你的線比較爛,你就千萬能夠超過五十米, 要不然你就會發現,咦,怎麼沒線好啊,玩卡一接,怎麼不練啊,原來很簡單,不是線斷了,而是什麼,你拉得太長了,聽到了,小心啊,各位,這個事兒要小心,那, 那,一旦超出了這個線,怎麼辦,超出了這個範圍,怎麼辦,這要幹嘛,使用中機器,它的作用就是信號還原,把它的信號是就繼續延長,但是,你們見過中機器嗎,那我們現在還用這種,為什麼,怎麼辦,沒有中機器怎麼辦, 哎呀,對呀,別翻啊,交換器現在就是中機器,能不能聽到哦,接來交換器信號就能還原,再可以延長一百米,能不能聽到哦,但是啊,各位,一般情況下,在籠頂間,步線,我們一百米的距離是夠的,主要不是從籠這頭,長到那頭,那中間是不是接起了交換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兩棟籠之間,一般就不再是采用往下了,而一般要有什麼回路, 一般都要采用往下,聽懂嗎,有問題啊,啊,中機器,聽懂嗎,這東西沒有,但是現在有,這個功能還存在嗎,存在嗎,存在嗎,誰帶過,交換器,OK啊,聽懂嗎,好啦,那,雙腳線,各位,我們使用的是,這種叫做,非屏蔽雙腳線,這就是我們現在用的,什麼叫非屏蔽雙腳線, 或者說什麼叫屏蔽雙腳線,什麼叫屏蔽雙腳線,能看到嗎,包了一層這個,鐵的那個膜,OK,其實不是鐵,就是那種吸紙,為了幹嘛,防止信號的洩漏,OK,所以它的傳輸距離會更遠,能聽到哦,能說什麼,但是看這塊線多處,看到了嗎,看到了嗎,看到了嗎, 它的成本高啊,更貴,OK,而且呢,布線不方便,啥意思,你想要把那皮屏蔽雙腳線這樣打個圈,是吧,你別想了,想得多了,打來之後就圈重吧,能聽懂的說什麼,那,非屏蔽雙腳線是不是,布線方便,成本不利便,啊,所以,雖然來說它有一定的信號算式,最長距離不超過100億,但是我們一般採用的都是什麼,非屏蔽雙腳線,那,這個東西是,也有五類, 五類超五類和六類,其實現在還有七類之分,OK,其實我說實話,到六類我們都快承認,之上的類別,有些人還標稱有八類,就是概念形狀況,其實指的就是傳輸速度和傳輸距離,但是我們現在一般認為,就算是六類的傳輸距離也就是一般,只是五類的能夠達到百招待款,六類的有可能能達到千招,OK,但是,真的得試真正的六類先行,你得,就是說,你得花高這個錢,你談一下六類的, 一箱子怎麼也得八百塊錢,一箱子怎麼也得八百,你要買了,花了三百塊錢,說買了一箱六類的,那可能還不如五類的好用,聽懂嗎,我說是吧,還有,六類的線要配六類的頭,水晶頭稍微有一些區別,我們現在用的基本上都是五類頭,它的最基本的區別,來,把你們那個旁邊的往前拿起來,看看頭,看到了嗎,從前面看,咱們現在都是用的五類的,看一下,是吧, 看到了,它的頭是一排的,八顆線是橫在一塊的,看到了嗎,看到了嗎。但是六類線是,前後交叉的,明白嗎,說什麼,也說,一個人在這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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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聽懂我,你說什麼嗎,它之間是有交叉的,而五類的就是一套很近,能看到嗎,還是有一些區別,明白嗎,那六類線要配六類的頭,聽懂嗎,最起碼你要記著, 如果你是一根线,哪怕就是五类线,你配了六类桶,可以吗? 可以,但是你小心,你要一边接着五类桶,一边接着六类桶,就不能用了。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听懂吗?小线,我们现在用的还是谁? 不是,非屏蔽,就说是,OK,屏蔽方角线很少,基本没有,OK? 而且打开里面是八块线,听懂吗? 好了,这块是不是指的,就是它的传输的速度? 五类的百兆,然后呢,六类的能达到两百兆,七类的能达到六百兆, 其实这些在说,都只是,都只是理论速度,OK? 想要真正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其实限制还是很多的,能听懂? 但是,就比如说,我们说超五类和五类,能达到百兆才算,OK? 那,各位,你的传输速度,就算在局有内,你达到过百兆吗? 达到过吗? 你们两个人直接传输一下数据,达到过吗? 有个四五兆就已经了不起了,七八兆就已经了不起了, 原理很简单,限制很多,什么,你的网卡是否支持,你的线缆的合格程度,线缆的长度, 这个水晶图的这个质量,都影响了这个,听懂吗? 包括当前网络,和当前局域网络交分析的什么情况,都影响了, 所以,反正,基本上没有,也就是只是个理论质,OK? 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 好,我们,这是光线,OK?光线利用的东西叫做全反射,什么叫全反射? 高中物理,学过玻璃的透射吗?折射,学过吗? 应该是折射角度会大于路射角度,是吗? 我要没记错了,其实我呢,物理学的非常好, 我刚考的时候,一百五十分,物理考了一百四十多分, 但是,全反射,长得不及格了,我当初物理学的很好, 但是,什么叫全反射?其实也很好理解,什么? 就是,看,玻璃,光线是不是和脸? 如果有这样的事,它是不是会折射出来? 但是,如果你偏,它是不是这个反射角度,折射角度, 是不是就会很大?什么意思? 入射的角度,是不是永选都大于小于折射角度? 啥意思?算了,我回来讲物理课, 它指的是,在这里是不是画一条垂直线? 然后呢,你的入射角度假设是四十五度, 它的折射角度就会,这个角度,会比这个角度大, 能听懂的说什么?能听吗?折射。 那,我问你,当它如果达到一定的大于角度,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就折不出去了?折不出去了吗? 这就叫做全反射,明白吗?说什么? 也就是说,只要我的光线射入角度大于一定的角度, 它这块是不是就不会有信号散失?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会反射回来? 各位,注意啊,入射角度和反射角度是一样的, 但是折射角度是不是会大于入射角度? 能理解我的说是吗? 得了,不说这个,一脸都帮来, 你们高中学了一样啊? 我应该是一样的。 就说啥意思,光线就是玻璃管,就是玻璃, 然后呢,里面射的线只要是足够,足够角度大, 然后呢,它就能全反射,没有任何信号散失,OK? 导致它这个,传输的距离更远,速度更快,干扰更少,能看到吗? 就这意思,OK? 哎,我的藏起来的意思。 那天看微博,上面写的一个篇子就说, 原来我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科学狂人,为什么? 给人家讲,画了个建筑图,当时我能看到这个建筑图, 画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画权反应式, 当时我能写出这种东西,写了一个二元二幅方程, 还是,然后还带派,带除了,带开放了,方程式, 当时能写出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真实,现在一个都看不到, 甚至连我当年最拿手的建筑图,我都看不到, 建筑图那个符号都忘了,是什么呢? 哎呀,当时觉得这个建筑图特点简单。 其实,算了,现在我们就说,已经完全废了。 你们应该比我小得多,你们才大学毕业几年。 啊,我记得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还写是学医的, 我还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出去给高三的学生辅导物理学科和化学学科, 还帮他们辅导高三的高科学,没问题。 现在可能是真忘忘了,一点都想不想看了。 哎,算了。 多说一句,光芬,光芬才能当门和多么。 那我说,什么叫多么? 觉得是,只要入社角度是大于一定的极限值,它就会全反生。 那我比它再大一点,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也就是说,我允许是不是在一条光线里面传递多个线路? 它的好处是,是不是信道比较多? 在一条光线里,既可以有去的,也可以有来到, 可以同时传多个线路? 确定呢? 有干扰吗? 有。 肯定有吧? 然后呢,超DV里面的线,反射的光源比较多, 如果过长,它的这个信号损失就会多大。 所以,各位,这种东西是比较低劣的,比较便宜的东西。 因为加工成本较低,你不需要去做的非常新。 然后呢,允许多信道传输,可以是既有发出的,也有反徽的。 能听吗?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真正的高端的光线都应该是吗? 但我,什么意思啊? 它把它压得足够些,拉得足够些。 在里面只刚够传输一条光线。 明白吗?说什么? 好处,信号不散失,这个损耗非常小。 所以,传输速度快,均等远,然后呢,准确度高。 OK,缺点,成本高,而且只能单向传输。 所以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我们的光线一般是两根线。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两根线的头部一样,一个是用来发的,一个是用来收的。 OK,两根线。 所有采用的都是什么?单独光线。 小线,这是啥动线?光线是啥? 是波音管的。 您看小线,它能这样叠吗? 您可别发现,一线就断了,OK。 断了之后还很麻烦的,有人说可以接,能接吗? 能接。 能接,能接的话需要买专门的仪器。 现在仪器不贵,但是你不买。 你如果不买,你去让人家去接,OK。 接一根线我有关钱,一根线五十块钱。 买的话不贵,一根线可能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但是,你不买,你让人家去接,你搁的仙股市。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麻烦,不要把它弄断了,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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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